AIT的英文全民 我们大部分常用的是D啦 你的名字会有两种以上的写法吗 因为他有一个在台北一个在高雄 处长不用这么 这么替市长紧张吧 新北市长侯友宜面对议员出考题 回应AIT全民答题有点迟疑 旁边的秘书处处长饶庆裕 很替他紧张急忙要打pass 但似乎不小心当了猪队友 请问下面哪一个是挪威的国旗 挪威的国旗 国际议题不是侯友宜强项 只能恶补功课来上阵 您知道最近有华盛顿宣言吗 韩国总统叫什么名字 处长连连答错 连带侯友宜也很尴尬 而被问到两岸议题 马英九前总统说 台湾跟中国同属一个中国 您认同吗 我所有的事情 我很清楚地给议员报告 就像你刚刚讲 什么一个中国政策一中原则 因为我们今天在这个议场开会 是中华民国新北市议会的议场 所以这些问题没什么好讨论 侯友宜动怒强调国家就是中华民国 现在要破坏现状的是哪一个国家 我们中华民国就走我们自己该有的路 好 市长我帮你回答 现在想要破坏区域和平的是中国 跳针捍卫中华民国 但侯友宜不愿批评中国 想更上层楼 还得先过议会直询这一关 下集权林凯军就是GNS小组新北报道